时时刻刻表达我们报恩的愿望 所以佛琴这一住乡是不能够避免的 现在在家同修居住的房子 有不少是住在公寓里面 公寓里面房子都不太大 而且都不太高 所以燃香 燃灯 很容易造成污染 如果你全家都学佛 你每天烧香燃灯 你的家人都欢喜不见怪 如果这个家庭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学佛 别人都不学佛 甚至于还信仰其他宗教 这个燃灯 烧香呢 容易燃无环境 你这个 这个尤其是白色的 很鲜明的天花板 如果一个月呢 你烧香燃灯 这个地方一定就有一块痕迹 所以我们表达沉浸 我们可以燃 一指向 不要人的态度 尽量避免 不点蜡烛 蜡烛的油烟很大 如果你要是 这个燃灯 你点一盏油烟可以 一盏油烟 这个油烟比较少一点 尽量避免 油烟染污 空隙 染污你居住的环境 这不能不考虑 那么现在住在都市里呢 实在讲 可以用电灯来代替 佛前面用粮盏电灯 这个现在也相当的普遍 也好 因为它都是属于表发的 如果环境不许苦 也可以不烧香不然的 佛前面供养 鲜花 供养水 水是一定要供养的 它不会造成污染 工具的标法 我们一定要懂得 香 烧香的意义 是代表性 性相 代表 界定真相 代表五分发身相 像六祖慧能大师 在谈经里面就跟我们讲得很明白 五分发身 是界定慧 谢陀 谢陀之间 我们闻到香 我们看到香了 就要想到 佛教给我们修行的总纲灵 是界定慧三续 如果只是烧香 天天烧香 不懂得烧香 表发的意思 这个香也等于不少了 灯代表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这个意思 用现在的话来说 谁己为人 为众生佛物 是这个意思 佛弟子 决定不可以做 损人利己的事情 需要晓得 损人利己的罪业 很重 得不偿失 自己贪图一点小力 叫别人蒙 不明之约 这是你罪过多重 如果这种行为 对父母 对司长 对佛菩萨 对僧团 那你这个罪业 是阿比地狱 世间人 不晓得这个厉害 只看到眼前小力 没有看到死后的大害 你看一个人 你将来还要报场 一英古报 绝对不能避免 你要想害一个僧团 害父母 欺骗父母 欺骗司长 这罪在不是 现在世间人 没有善知识教诲 有意无意 造作这样的重罪 彼一彼皆是 造作罪业的人 有有意的 也有无意 有意的是罪 无意的是过 过太大了 还是度地狱 地狱 差别很多 我们在佛经上 看到的 有七十多种 苦包 久战不同 亲众不同 都是地狱罪业 所以这个事情 决定干不得 我们眼前土地小力 太小太小了 人怎么会糊涂到 这种地步 所以宁肯 谁己为人 牺牲生命 都在所不惜 我绝不得 来生得善保 得善果 尤其是一个 正法的僧团 你要障碍他 你要伤害他 果报不可思议 离拜这一句 代表你 如法修行 佛经上常讲 如教修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